爸 在这儿 来 我办公室 雪花在这儿呢 我要死了 雪花 你别胡说 那你赶紧陪我去医院 我走不了路了 你等一下 等一下 你妈马上就来了 你赶紧看看 女儿 我知道了 你出去 我知道 我知道 好好好 我要死了 傻丫头 你怎么会死呢 太厉害流血了 雪花 你从今天起 就变成个真正的女人了 以后像这样的流血 每个月都会有一次 这期间呢 不能做剧烈运动 像体育课什么的 你得跟老师请假 还有就是你得忌口啊 像你爱吃的冰锅冷饮 这时候都不能吃 每个月都要留一次 那不得留死啊 你看我跟你姥姥 我们俩死了吗 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爸 你补做啥呢 啊 我这给你妹妹 装个帘子 哥 你知道他们为啥 给我安个帘子不 你长大了呗 嗯 你也知道了 我 你去我去 不去 你咋玩 人家不方便 那你们说 你们不要跟别人说 嗯 我是女人了 我们知道了 你一直都是女人啊 就说你像个假小子 可是我们知道 你真的是女人 不 你说不明白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明白了 懂了 你是不想像男生一样 一起踢球 读金庸 你想读球阳了是不是 对吗 喂 妈 我觉得变成女人不好了 反来说的挺有意思的 会上来说不能吃雪糕啊 真不吃啊 雪花你能不能快一点 快不了